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网路平台 LinkedIn 领英 Cyber News 报道 LinkedIn 网站有大规模用户资料外泄影响约5亿用户 并且相关资料已经被 LinkedIn 发言人证实 确实是来自 LinkedIn 报道指出 骇客在网路上勾售所取得的 LinkedIn 用户资料 并且释出了200万条记录作为证据 Cyber News 研究人员证实这些资料确实来自 LinkedIn 用户 不过也提醒可能是旧的资料 而非近期的 LinkedIn 当前在全球用户数约有 7.4亿 本次泄露的用户个资约有 5亿 换句话说受影响的用户约占全体用户的三分之二 影响幅度相当广大 据了解 泄露的用户资料包含使用者 ID 名称 邮件地址 手机号码 工作资料 性别 其他社群账户等 针对用户的资料 遗遭骇客取得而外泄 LinkedIn 透过声明指出使用者们信任 LinkedIn 而我们也采取行动 来回应用户信任 声明指出 他们正在调查网络上贩售的 LinkedIn 相关用户 数据内容 并且发现这些资料是来自于多个网站与公司的聚合资料 以及从 LinkedIn 网站上取得的公开资料 LinkedIn 指出 这次事件并非是 LinkedIn 内部外泄了用户个人资料 且并没有用户的隐私资料遭到泄露 LinkedIn 指出 收集会员数据 违反了他们的服务条款 如果有人在未取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 尝试获取用户个资 定用在其他目的 LinkedIn 将会加以阻止 并且追究责任 安全情报公司 INSICE 的分析师 Paul Prattam 指出 所泄露的资料影响程度巨大 因为有心人士可以利用员工的资料来企图攻击企业 他指出 在疫情期间 远距工作的比例大增 家庭以及个人设备的使用频率增长 让类似攻击的可能性提升 透过员工账户与设备来试图攻击企业 是骇客绕过企业网络安全屏障的一种方式 II他指出的 此回到 未来